这到底是练综呢 还是杨丽的圣诞季呢 作为这档综艺唯一的一位女嘉宾 杨丽在上节目前 就已经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恋爱诉求 身体发育得越好 我就越想谈恋爱 我就真的喜欢谈恋爱 我根本不喜欢脱口袭 我就喜欢谈恋爱 打恋爱 轰轰烈烈的恋爱 所以节目组特意争取了她本人的意见 所以你会对什么职业会尤其有好感 音乐乐队 我什么都不懂 它就可以随意展示 没有搞音乐的喜欢我吗 既然杨丽都发话了 那当然是要满足她的愿望了 音乐人马上安排起来 看着男嘉宾略显成熟外貌 杨丽颤抖地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多大 我呀 我觉得应该 至少是叔叔吧 我45岁了 看把咱杨丽给吓得 残剧都抓不回了 说是来相亲的 但是这位大叔根本不关心杨丽这个相亲对象 说句话来继续不离音乐 应该是90年 我92 92年 92年是中国的流行音乐 一个特别好的年代 我们的流行歌手 跟我们的洋乐乐手 都特别会话 毫不容易说到和杨丽有关的话题上了 回想到下一句 又回到了音乐领域 透过秀的其实现在市场不错的 市场是挺好的 但是音乐都不一样 音乐的价值一定会体现在现场上 放开 放开 还对着杨丽 同同说出自己的音乐里面 你在跨年晚会上看到的也都是音乐呗呀 都是假音乐呀 你们是假音乐呀 都是假的呀 为什么是假的 因为他们好像弹就是假的 然后95%的唱也是假的 蓝羊姐就只能尴尬 又不是礼貌地微笑着 因为大叔淘淘不绝 我非常痛苦 而且我又不能反过他 我放不上去纠正他 说你的想法有问题 大叔甚至还不能接受 和自己不一样的音乐审美 对大众来说 惊雷或月亮迪斯科 对他来说非常有意义 惊雷的就是垃圾 就在音乐审美上 我特别自信 我这点审美再没有 我比方通知这个行业 真的好自信呢 为了让杨丽 能彻头彻尾的体会到音乐至美 大叔决定带他去感受一遍遥动文化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一场 那个杨丽一定要到现场去看 尽管杨丽对这位大叔 一点都不感兴趣 但出于礼貌 他还是答应了人家的提议 随下来我可能就是出于礼貌 去跟他看一个演出人一人吧 不过很快 杨丽就会为自己的礼貌而后悔的 这不刚上车 大叔就逮着杨丽 又开始输出自己的音乐理念 其实你真的是不管 于情于理 都应该好好看看你现场 因为他们现场就特别的松弛 然后特别的搞笑 大叔呢大叔 后排的座位那么宽呢 你就非得挤着人家小姑娘坐吗 平时在托孔座位上 智产风云的阳紧 此时坐在角落里 真的显得弱小无助又可怜呢 为了避免大叔的长篇大顿 杨丽也不得不换身成为话题中结者 不开 不开 看丑了吗 不开了 你不觉得乏味吗 是谁的 那也没有你跟我说的话无聊 我要累死了 我已经就没这么辛苦过了 不是在精神上 在经历了无数次尴尬的成功后 两人终于到了音乐演出现场 万一以为就此能躺过一劫 没想到无意中问出口的一个问题 又成为了大叔叔教的开关 原来演出开始后 杨丽非但感受不到摇滚的快乐 还觉得浑身不自在 这场相亲果不其然已失败告终了 所以节目就真的不是故意的吗 我就觉得你们是故意的 你们就生怕我喜欢上第一个男的 然后就找一个我绝对不会喜欢的 下一场约会 杨丽又会遇到什么样的男嘉宾呢 让我们拭目一旦 请多多关心吧